今年的奥斯卡奖 创造了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 半奖典礼主持 将首次由三位女性 喜剧女性担任 在期待的同时 我也不由地琢磨 有没有哪个亚裔单口喜剧演员 有希望在将来 成为奥斯卡奖的主持人呢 我叫档鹏 我现在人在达拉斯 做脱口秀做了五年多了 单口喜剧 是美国很流行的娱乐形式 演员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梯 职业生涯初级的人 通常是opening act 开场暖场 下一个阶梯是feature 领先主演 最后压轴的是headliner 偷拍演员 小的club一场大概70多吧 大剧院的场子 最多可能可以给到2000多吧 段子大部分都来源于 这种生活经历吧 文化冲击是一个 很大的灵感来源 狂猛猛战员 他们爱武器 他们恨亚亚亚亚 这不合理 我们制作了武器 党风察觉到 他身边有越来越多的 亚裔单口喜剧演员 数量是不少 但是能够挤进这种 很出名的俱乐部的 少之又少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美国都有哪些 处在金字塔顶端的 亚裔单口喜剧明星 他们又各自有什么风格 中越混血儿的Ali Wong 不仅在美国是出名的 单口喜剧演员 她在国内 也是颇有名气的 老司机段子手 很多人对她挺着大肚子 演出的场面 印象深刻 Kin Jung是一个 弃衣从文的 韩裔演员 他的单口喜剧表演 给他带来了一些 电视剧角色 出演电影《宿醉》后 他的演艺事业 开始腾飞 他主演并创作了 以他命名的 情景喜剧 肯一生 并被邀请做美版 蒙面歌王的评委 他过去几年 都是在演戏 他其实里面 演的很多段子 都是他十年前的东西 在他表演 我很肯定 Ronnie Chung 出生于马来西亚 他是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 The Daily Show 评论员之一 在奈飞上 由自己的喜剧特辑 前新衣的段子里 融入了很多 中国文化的忠实观念 前新衣我也很喜欢 他这个表演风格 跟其他亚裔不太一样 他整个状态都是很愤怒 大概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网民给他取名 《暴躁楼前》 Jimmy O-Ying出生于香港 他的喜剧专辑中 有很多有关亚裔课本印象的段子 后来我跟这一位女儿 这就是她跟我说 她说 Jimmy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你是第一个亚洲男人 我曾经在一起 我说 好的 你愤怒 什么 你愤怒 节目《大卫·莱特曼晚间秀》 2021年更是在美国记者年会上 先出了这场经典的表演 我感谢在这里见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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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际上读了你的科学 今天我看到你 我认为这本书更好 之前没有看到过 中国来的口音还那么重 还能够在美国讲笑话 还能讲得那么成功 对我的影响力也比较大 我看到可能性了 菲律宾一美国人 周库伟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 单口喜剧演员 他目前的全国巡演表演 已经排到了年底 他那个表演能够入目三分 比如说他去模仿一个越南人说话 那就特别特别像 他到哪里去都是能够卖光 所有的票 可也有不少段子 围绕着他的家庭 和少数族裔的身份 我认为我认为你结婚了你的母亲 我认为 为什么 因为我爱中国食物 她是菲律宾子 不管 肉是肉 Margaret Cho 出生在一个美国的寒衣家庭 她14岁 就开始投身单口喜剧演出 算得上是先锋级的人物 而且她的段子 时常聚焦社会和政治 尤其是种族和性别问题 Cho还长期为 亚裔女性 和LGBT社群发声 华裔单口喜剧演员 和编剧身亡的名气 不如以上提到的其他人 但却被党皇强烈安利 在我看来 她应该是美籍亚裔里面 写段子写得最好的 我觉得她是那个 underrated 其实美国还有不少有名的 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的单口喜剧明星 党房说 她建立起来的新老演员传承 以及业界人脉 对其他亚裔都很有借鉴意义 现在的印度演员 做这行的其实挺吃香的 基本上每个基层都有他们的人 我现在也只是一个领衔主演而已 没有什么名气 更卖不出票 但如果有一天 我能够到那个高度的话 我肯定会想办法去帮助其他的亚裔演员 因为都知道做这行很不容易 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你喜欢看单口喜剧吗 你还知道哪些 亚裔单口喜剧明星 欢迎在评论里 告诉我们 要是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就记得转发评论 点赞 关注和打开通知 这样就可以看到 更多我们Plus One 精彩的电容 耶